凯文讲故事 暖暖心绘本 小老鼠裁粉店 小老鼠律师有一双巧手 它用一点点材料就能做出非常漂亮的衣服 可如今它周围的小老鼠都已经有自己的衣服穿了 眼看着丽丝就快没有活干了 我得想办法把裁粉店开下去 它皱着眉头自言自语 于是丽丝走街串巷 顶峰冒雨 跑了很多的路 挨家挨户去敲门 希望能找到让它做衣服的新客户 老鼠大叔告诉丽丝 它们不需要新衣服 你去年给孩子们做的衣服挺好的 它们还能再穿一个冬天呢 你干嘛只给老鼠做衣服呢 丽丝的好朋友叶鼠问他 就不能去找别的动物试试看吗 丽丝叹了口气说 因为别的动物都太大了 我没法给它们量衣服尺寸 而且它们不是住在高高的树上 就是住在深深的地下 对我来说那些地方太危险了 它这话倒是千真万确 好几天都没活干了 小老鼠的缝纫机和织衣身上都落满了灰尘 小老鼠伤心地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 啊 是叶鼠来了 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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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个晚上你都能听见织一针的搭搭神。 当生鼠先生穿着他的新毛衣, 在外面奔奔跳跳的时候, 他遇上了欢先生, 我也正在找一个这样子的裁缝, 好给我做件时髦的大衣, 欢先生说。 于是, 叶鼠站在生鼠身上, 小老鼠丽丝在叶鼠的身上, 欢先生量起了尺寸。 欢先生很快就穿上了一件款式最时髦的外套, 他到处借鲜耀, 好让所有动物都看见, 连远远的地方一只大灰狼也瓢见了他的新外套。 真漂亮, 啄木鸟说着, 从树干上探出一个小脑袋, 要不是我的脚趾头冷, 肯定会跳着脚给你们鼓掌叫好的。 请允许我, 给您编织一双毛线袜子吧。 丽丝有礼貌地说道, 你还会做这个? 啄木鸟惊讶地问, 我当然会, 你就从这儿跳下来吧, 然后, 哦不, 我才不要, 我一碰到那个硬邦邦的地面就会晕。 丽丝只好找了他的裁判助手们, 然后他们搭乘一个高高的梯子, 凶鼠站在欢仙身上, 叶鼠站在凶鼠身上, 小老鼠丽丝在叶鼠的身上, 终于给啄木鸟量好了脚爪的尺寸。 也帮帮我吧, 猫头鹰说, 我想在冬天来之前给自己做一条新围巾, 不过, 现在是白天, 我真的不想飞到树下去。 你好好在那里等我, 丽丝说, 我马上就来。 啄木鸟给丽丝搭了一下爪子, 这样他就爬上了猫头鹰待着的大树叉, 然后给他量好了尺寸, 做好了围巾。 丽丝现在有好多新客户, 衣服多得都坐不过来, 因为动物们都想穿得漂漂亮亮的。 黄鼠狼想要一条连衣裙, 小田鼠想要一顶新帽子, 金翠雀想要厚袜子, 小兔子们什么都想要。 丽丝连一分钟都醒不下来, 他整天整夜的工作, 一边做衣服一边打哈欺, 有时候就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 合理想要一套保暖睡衣, 丽丝不得不去堤坝上给他两尺寸。 他在那上面走得战战兢兢, 一直晃个不停, 多亏啄木鸟给他了一个树枝, 他才能保持住平衡。 不过尺寸总算量好了, 为了让河梨在水里也能穿一身暖和又干燥的睡衣, 他还特意写了防水的布料。 但最难做的衣服是给奶牛太太的, 我想要一件漂亮的长罩衫, 奶牛太太说, 还要配上闪闪发光的大纽扣。 幸好, 丽丝的朋友们都来帮忙了, 帮他爬上奶牛的后背, 可他还是没法摸到奶牛的肚子。 我总得量到他肚子的长度, 他能知道把纽扣钉在哪儿啊。 丽丝发愁地说, 我们拉一根绳子上来叶鼠蹄, 让牛太太用牙齿叼着绳子的一头, 然后, 猫头鹰拉着绳子穿过他的四条腿, 飞到奶牛尾巴那一头, 就能量出肚子的长度了。 没过多久, 奶牛太太就穿上了一件漂亮又合身的罩衫。 他快活地在草场上兜着圈, 炫耀自己的新衣服, 可忽然有一天, 叶鼠忧心忡忡地来找丽丝。 你又有一个客户要来了, 是大灰狼你。 不会吧, 李虚尖叫起来, 他会一口吞了我的。 他特别想要一顶新帽子, 我想, 如果你做得让他满意, 他是不会吃掉你的。 叶鼠的话, 听上去很有道理, 一吸鼓起勇气, 来到大灰狼面前。 你能不能让我在你脑袋上量个尺寸? 大灰狼看着色色发抖的小老鼠, 点点头。 于是, 李虚带着不安的心情, 爬上了伙伴的后背。 他能感觉到叶鼠, 凶鼠和欢先生, 也在瑟瑟发抖。 因为大灰狼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 李虚快爬到了大灰狼的大嘴巴边上时候, 牙齿都打占了。 要是他这个时候张嘴咬我, 李虚暗暗想着, 我就用粉一针刺他。 终于, 李虚量好尺寸, 把大灰狼的帽子做好了。 让我看看, 大灰狼叫着露出了满口尖牙。 他一把抢过帽子戴在头上, 然后他又把帽子摘下来, 水里还咕囊着什么。 哦不, 李虚绝望地叫出声, 他不喜欢那顶帽子。 可让他根本都没想到的是, 大灰狼忽然弯下腰, 对着他拘了一躬, 太酷了, 小老鼠裁分, 从现在起, 我所有帽子都要请你做了。 吓坏了的朋友们又聚拢来, 如释重负地, 为李虚喝起了菜。 就这样, 全靠了一双小手, 李虚再也不叫害怕这个带尖牙的客户了。